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周深最开始走入公众视野,是因为在第三季《中国好时音》中一手欢迎,那个时候的他,青涩胆怯,不知所措,对于导师的夸赞受捅若惊,不知如何应答。 后来周深的导师纳英在我们的歌中说,周深以后会被人家欺负死,一句都不敢说,而现在他觉得周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第二档综艺就是《生有人心》,参加《生有人心》的时候,周深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已经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大鱼》、《梅香如故》等。 然而相较于在我们的歌中和《歌手当打之年》中战地辉煌,一路所向披靡,《生有人心》中,周深尽头少了可怜且处处碰壁,处处受挫。 虽然与节目档期相撞有关,但是周深不适合这个节目也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即使他不参加蒙面,也不能够与爱因感一较高下。 注意什么团宠啊,偶像剧女一号的剧本那还是能力在那里放着的,跟他本人的个子高低没有什么关系。 不然你看李文豹各自和周深差不多,长得甚至更可爱一些,名字和长相形成反差萌。 出场直接被上文简认为只是一只奶豹子,但是李文豹和周深比较呢,待遇差别就太大了。 周深稀缺的声部,让他成为所有人争抢的目标,竟争相合作对象。 尤其是王熙和阿云嘎争夺周深的情景,被认为是深入人线的名场面,让梅西湖女孩十分激动。 第一期周深在30个成员中最后一个出场,一出场就引起全场惊呼,虽然都在这线口后的与他握手,各种彩虹屁分踏致来,那都是要占一占周深的仙气啊,与他握手都让成员很激动。 对比其他成员的出场,差距不要太明显哦,差点也变成了周深的粉丝见面会了。 在第一轮的市场结束之后,周深一曲《Time to say goodbye》发挥稳定,不愧是天籁之声,引发全场惊叹,真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嗓子,老天爷赏饭吃,连模仿都找不到音在哪儿。 王熙评价说,美,极致的美,极致和谐。 廖嘉玲说,柔柔的音色非常暖,非常舒服,然而第一轮市场还是失败,没有坐上首席的位子,可能由于党系相撞,周深不能够参加接下来的节目录制,所以只能让他失败了。 第七七,周深独唱,请教成功,第一次参上了公演舞台,他以替补的身份参加这次表演,确认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会胜利的。 郑云楼赛贤说,我们的重磅炸弹,今晚就要炸翻他们,首席的简红印说,他们第一个派出的一定是他们最强的,我们就是去送分的。 就连一直似乎不看好,他的声闻节都说了,周深一上,那个首席组就凶多吉少了。 果然呢,周深一首零差评的Memory,演唱完毕之后,现场掌声如零,王羽直接喊话首席成员,听听,你们听听。 爱玲感勉强说,结果没出来之前,被王羽,李奇,居红川截断他的话,说结果不重要了,都不用猜,太明显了。 其实含义就是相差太远了,有什么可比较的呀? 果然周深轻松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可是开心也没持续多久。 三轮比赛下来,出品人提出首席复利,周深作为代表参赛。 也许大羽演唱虽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却被认为是偏通俗,难度较低。 换一句话说,周深无论唱是什么样都会失败,选取就已经是错误的了。 这次的请教失败,他们整组失去了首席资格,周深自责之下崩溃了,痛苦失声。 而这一片段被多次作为预告半上屏幕,很多网友当时还留言,看了两期都不明白周深为什么哭。 有网友曾经质疑,周深一个哭泣被预告了很多期,芒果台用它来吸引流量,吸引粉丝。 在这场综艺当中,哭的人其实不止周深一个,但是别人哭,没人在意。 节目组当然要利用周深的名气,为《摄尤人心》打响知名度了。 诚然,周深声音太独特,太心缺,太有自己的特质,每次演唱一开口就能带给所有人震撼。 这所有人都不能比拟的能力啊,但它并不非常适合《摄尤人心》这个舞台。 《摄尤人心》舞台选择的一大标准是舞台剧、音乐剧。 所以参加节目的选手都很明确,自己是男高音、男中音和男低音。 但是只有周深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说自己是力甲声男高音,不知道是不是节目组有特意制造的冲突。 上文杰似乎很不看好周深,提出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但最后一次,周深依旧失败,没有获得最后的争夺首席的资格。 反正这一切只是开始,在接下来的《我们的歌中》周深和李克勤的秦深深组合联手大杀四方。 而当初的小伙伴阿云改参与了这一档综艺,与费一轻搭档,最后还是败给了秦深深。 之后,《歌手当打》之年当中,周深同样遇到了在《生日人心》中的小伙伴,还是一个四重上组合。 有曾经的首席成员居红川、蔡诚意、高天鹤同卓组成的Super Vocal。 而这一次跟他没有任何悬念了,四个小伙伴根本就不敢提起周深,周深也没有将他们看作是对手。 周深一路过关奖将,杀进总决赛。 虽然最后遗憾万倍,但是还是成为歌手当中观众最期待看到的歌手。 此外,现在周深对于观众来说已经是个特别的存在,因为他不仅歌唱的好, 而且在最近的一年当中还多次跨界,在各个综艺节目中担任的嘉宾, 比如说亲手环游记、王牌对王牌、奔跑吧等等都有他的身影, 而且在节目中的表现还不错,受到很多观众的欢迎。 就比如最近一档以明星学车为看点的综艺节目,新手驾导当中, 观众同样也发现了周深的身影,而在10月8号该节目发出的演播消息之中, 从观众的回复就可以看出周深有多么的受欢迎了, 因为在该条消息之下都是等周深,期待周深的评论。 那么周深的为何会在综艺节目当中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欢迎呢? 其实从他在新手驾导中的表现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一、真实是学车该有的样子, 现如今观众对于综艺节目的要求就是希望尽可能的真实, 而在这一点之上周深做到了, 在新手驾导当中,相对于同组学员七威、霍尊、云美人等新学员, 一上车就把车开得呼呼身风的样子, 周深那种小心翼的模样才更像是无数观众学车的画面, 毕竟对于一个零基础的学车的学员来说, 出于一种陌生感、紧张感大多数人是很难想象, 像七威样或增与美人一样,第一次就上手的, 也因为这种感同身受的表现, 让周深能够在众多学员当中脱颖而出, 未受观众喜欢。 二、认真学车,态度很值得肯定, 对于上综艺这件事, 很多的嘉宾估计都拿钱就走,并不走心, 但在这一点之上,周深也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 相对于新手驾导中的王林凯等人, 周深那种认真学车,认真开车的态度, 就连教练都不得不称赞他,赞同他的安全意识, 虽然对于开车这件事情,周深极力抗拒, 甚至多次被教练要求坐在驾驶座上的时候, 独小心翼翼,肃肃发抖, 但当他真的坐到驾驶上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开车纸上, 十分的认真, 而不像其他学员一样, 开车的时候嘻嘻哈哈的, 甚至被张绍刚吐槽, 没有安全驾驶意识, 而除了极为真实的学车过程, 能够让关注感同事人手, 以及他的开车态度, 让人很是认同之外, 周深在节目中表现出来了奶车的特色, 也是无间触发了观众的笑点的, 比如在教练叫他第一个开车做示范的时候, 周深满身的抗拒, 让人忍不住笑了, 再有就是看他和教练以及学员之间的相处氛围, 很是和谐, 让他能够在看综艺的时候感受到一种愉悦感, 而从这种综艺感其实是很多人没有的, 比如说赵丽颖在中餐厅的时候就因为过于严肃, 让人喜欢不起来, 周深能够在那么多的综艺节目中出现, 获得观众的认可, 除了和他的流量有关之外, 也与他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的, 契合节目需要的综艺感有关, 所以他才能够在王牌对王牌奔跑吧, 青春海游记等综艺节目当中频频出现, 而对于这样的周深, 面对延播的新手驾到, 只能够像评论中留言的一样哦, 等周深期待周深, 而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